大家好,我是阿宇 今天来分享一下我家过年的时候必吃的一道菜 非常的简单又美味 先准备一点猪肉 稍微瘦一点的将它剁成肉末 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颗泡发好的香菇 清洗干净 放在案板上面 先用刀将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末 切好之后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点生姜将它切成末 小葱也切成末 切好之后将它们全部放入到肉末里面 再往里面调入适量的食盐 胡椒粉 鸡精,哇,有点多了 生抽 料酒 老抽一点点 蚝油 再淋入一点香油 加入一勺的淀粉 我用的是红薯淀粉 然后用手将它抓匀 拌匀之后将肉抓起摔打一下 摔打至上劲 放一旁备用 在空碗里面 加入淀粉两小勺 再淋入一点清水 搅拌一下 将淀粉化开 再往里面倒入鸡蛋四个 我用的是土鸡蛋 所以颜色会更好看 将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口平底锅 往里面刷上一层薄油 再倒入蛋糊 将锅子提起晃动一下 将蛋糊铺平 表面凝固的时候给它翻一下 再烙个大概30秒就可以出锅了 全程用小火 放在案板上面 对折一下 然后切成像这样的锡条就可以了 取一小坨肉 在手上将它团成丸子 然后再搅上鸡蛋皮 搅的时候 尽量将肉给包裹住 搅另一条的时候 尽量将尾部给压一下 这样裹满一整圈 一个完整的丸子就做好了 放的时候 尽量将尾部压在底下 看起来是非常的麻烦 但是做起来非常的快速 做完之后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一盘金灿灿的小丸子 水开之后上笼 中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 将我们的丸子给取出 将锅里放一点油 下入青红辣椒圈 加入清水 再淋一点生抽 来一点蚝油 搅拌一下 再加一点淀粉水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 就可以关火了 再将烧好的料汁 均匀的淋在丸子上面 这样我们的美食就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过年的时候 吃年夜饭的时候 或者是待客的时候 像这样来上一盘 好看又好吃 寓意也是非常的好 金灿灿的 团团圆圆 每一个丸子都是立体的 它也不散 咬开里面满满的肉馅 非常非常的香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